人与人之间相处,要的就是真心和坦诚,人心都是相互的,你若尊重我,我便尊重你,你若真心待我,我也会拿真心待你,然而你若瞧不上我,我也不会拿你当朋友。 人活着,其实就是为了一口气,很多时候与人相处,不是为了显摆自己,而是真心想要交朋友,但若感觉不到对方的热情的尊重,甚至被践踏了自尊心,那么在情感上是会减少付出和期待的。 你要知道,在人生之中,不是所有人都会拿真心待你,反而心里瞧不上你的人也是有的,如何看出一个人心里瞧不上你。 就看他们对你的这些表现,遇到这样的人,也不必深交了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说虚伪的话,故意吹捧你。 有些人和你聊天的时候,光说好话,尽调你爱听的话来说,故意放大你的优点,甚至会把你的缺点说成优点。 这一番恭维,一番吹捧,就是让你掉以轻心放松警惕,帮你树立高大光鲜的形象,就是让你自大自满,骄纵傲慢。 实际上,捧得越高,往往会摔得越惨。 所以,在某些时候,人们一味夸自己的话,别信,一味贬低自己的话。 别听,任何事情不会和你沟通。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,任何事情都需要沟通,只有这样,才能够让生活充满希望,人生会有各种美好。 如果任何事情都不沟通的话,生活不会有希望,人生也不会有美好,日子就会过得更加复杂。 其实好多事情,好多细节,都是因为我们本身的问题,所以我们不需要生气,如果总是选择生气的话。 如果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勇气,活下去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。 其实当你发现你自己比较孤独的时候,那就说明,很多人是看不起你的。 日子就会过得更加复杂,生活也不好过。 我们需要明白生活,一定要知道,有些时候若不明白,生活也会出问题。 在大多数的世界里,我们一定要知道该如何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,只有这样,才能够充满希望,让生活不会无聊,日子过得比较幸福,人生过得有滋有味。 言语上比较客气,行为上毫不尊重。 有时候,这个人看不起你,因为种种原因,不能表现出来。 这个时候,他会在言语上对你很客气,丝毫听不出来他对你有什么看法,或者有什么意见。 在外人看来,这个人还很尊重你,很有礼貌。 可是,这样的人,一定会在行为上,非常的不尊重你。 比如,你递茶过去,他不接,你敬酒,他不喝,总而言之,怎么让你不爽? 他怎么来?为什么会这样呢? 因为行为是你亲自感受的,外人看得不是很明显。 如果对方是这样的,说明他打从心底里,就是瞧不起你的。 他这样做,就是想从行为上让你感到非常的尴尬。 可是在言语上,又让你和外人挑不出来任何的理,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,赶紧远离吧,省得让自己难过。 不会与你深交。 我有一个朋友小张,家庭条件很普通,三本大学毕业,刚刚进一家企业做技术员。 这个企业里,有个同事叫小王,名牌大学毕业,而且为人处事强,也见多识广,人气很高。 小张为了搞好同事关系,经常想和他们一起闲聊,但每次都还没怎么聊,小王就转身离去,或一两句就不聊了,次数多了,小张也就懂了。 其实,小王从内心里自是高人一等,他觉得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,普通三流大学的人不配和他做朋友,自然更不会与小张去深入的沟通和交流,如果一个人愿意与你闲聊。 那说明他至少愿意和你来往,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,如果一个人跟你完全不做深入交流,连简简单单的闲聊也不愿意,偶尔也只是打打招呼,笑一笑,那说明他在心里是看不起你的。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,人与人之间的相处,应该是平等且互相尊重的,没有谁应该站在高人一等的位置,用高高在上的姿态去对待他人,真正的朋友是久处不厌,不需要刻意地讨好,真正的朋友就像手足一样,无拘无束,轻松自在,需要你讨好八戒才能维系的感情,不要也罢。 太多的人仗着自己有些优点,便喜欢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去对他人指指点点,其实人与人最好的关系是不必刻意地压抑自己,讨好对方,我们不要为了人,委屈自己,不要讨好别人,丢失本性,你就是你,是独一无二的自己,只要你没有瞧不起自己,没有做见自己,你就是最优秀的。 总是无视你,对你不爱搭理,心里瞧不上你的人,就算你热情,跟他打招呼,他都会无视你,对你不搭理,人与人之间的往来,需要放平心态,彼此尊重和理解,不要太张扬。 不要瞧不起任何人,但是你遇到一些人,你总是热情对待他们,他们却始终不把你当回事,甚至在众多人面前让你下不来台,说明他们从心里就看不上你。 你把他们当朋友,他们却无视你的存在,你对他们掏心掏肺,他们却只会把你当傻子,说到底,他们就是瞧不上你,压根就没把你当朋友,所以才不会对你走心,只会消耗你,让你尴尬,人活一辈子,融不进去的圈子,就不要强融,不要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你自己,远离那些看不上你的人,因为你们不是一路人。 所以,没必要对他们卑微讨好,故意接短,咄咄逼人,做人都有一个这样的原则,看破不说破,不接他人的短,给人留台阶,那是气度,更是修养,可总是有些人,喜欢故意接短,故意让人难堪,让人下不来台,心术的邪恶,是无药可救的,无药可依。 瞧不起你的人,在任何场合,都会故意接你的短,让你出丑,给你难堪,那份接短的姿态里,又透露着咄咄逼人,不让你出丑,事不罢休,你出丑,他才会开心,内心才会喜悦,才会满足,无论何时何地,都巴不得你丢人。 让你颜面扫地,你的尊严,他恨不得踩在脚下,踩得稀巴烂,你不知道,哪里招惹了他,让他如此痛恨你,其实,不是你招惹到了他,也不是你不好,只是,他就是看不上你,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你,骨子里瞧不起你。 对于你说的任何话,不发表意见,我们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,希望是共同的交流,你一眼,我一语的,有来有往,在你提出的一些问题或者看法上,能够和你一起讨论,是对是错,是好是坏,多少都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,而不是什么都不说,一个人如果再看不起这个人时。 态度是很冷漠的,有的时候,碍于面子或者其他的原因,可能表面上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,看似你说话的时候,对方也没有什么反感的表情,实际上,无论你说什么,对方都不会发出任何的看法和意见。 这就是看不起一个人的表现,因为看不起,所以对于你说的任何话题都没有兴趣,更不想参与到话题中,于是就用沉默来代替,实在过不去了,微笑一下,看到别人有这种表现的时候,就不要总是找他说话了,因为他压根不想搭理你,通常来说,一个见不得你好的人往往是躲在黑暗处的。 或许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,也有可能是你身边很亲近的一个人设,所以,我们要时刻留心身边的每一个人,即使这种人躲在黑暗处,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现行的。 所以说,当我们发现这种人的时候,即使和我们的关系再怎么友好,也要学会锻炼,不要自讨没趣。 感情是自己的,人生道路也是自己的,所以,在你和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,要学会区别哪些是好友,哪些是损友,如果是看不起你的人,那么就不要自讨没趣了。 做人无需去讨好别人,因为有些人不值得你去讨好,那样只会卑微了自己,实在不值得。 无论是亲人,还是朋友,亦或是爱人,人与人之间要维系一份好的关系,必定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。 总之,若是一个人这样对你,其实就是看不起你,你又何必自讨没趣,不如敬而远之,我们活着不求别人很尊重我们,但是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,有些人就是视力眼,看不起你。 这样的人,你还去讨好他,纯粹是自取其辱。 一辈子不长,怎么开心就怎么活,没有必要为讨好他人而卑躬屈膝,更不必把所有人都请进自己的生命里。 人际交往,你尊重我,我尊重你,这样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,看不起你的人,不必深交,取悦他人,不如快乐自己,别在烂人身上浪费时间,才是聪明的活法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